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时间 昨天也就是1月15号 美中双方在白宫举行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字 这个是相当隆重的一个场面 川普放下身段跟刘鹤一起签字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出乎意料的 但是呢大家更重视的是 这个协定签署之后 中方会不会完全落实这个协议 也就是说呢在多大程度上会执行这个协议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分析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嘛 川普与刘鹤相差的不是一个级别 但是呢双方都在同一个协议的文本上签字 一般来说在这个等级观念比较深沿 这个国家里面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一个总统跟一个副总理在一起签字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川普不单单是谈笑风生 而且还有意把签完字的协议文本拿出来跟大家展示 表明川普对这个协议本身是非常满意的 签字这件事情比文本本身能够达成 相对来说相对的不重要 而达成这个文本做成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 结果对川普来说 他满意那就是很重要的 是吧 他是重视这个结果 不管习近平来不来签字 这个没多大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协议代表两个国家政府成绩的 就是这个等级的这么一个协议 是代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习近平来不来 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而且川普说了 他说了 这个协议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也就是说是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走向公平对等的 这个未来的这一步 是吧 这个定义非常准确 而且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川普经常讲的结果导向 结果对川普来说更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点就是川普亲自签字 这还不算 他还招了很多人来 大家来看 实际上是加重了协议的官方执行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是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协议 是吧 那么协议一旦签署 你是要执行的嘛 川普也经常讲这个执行机制 在这个贸易期间中的重要地位 也就是这个实际上是确定 确认执行机制的一种方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第三 这次刘赫来 他是没有习近平特使的这个头衔的 表示的就是说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而不是私人之间的交易 从这个三点表面的形式来看 我觉得这个意义啊 很容易就能理解 但实际上有更深的意义 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 这是美国与中国之间 第一个 能够强制执行的 而且具有这个里程碑式意义的 用协议形式呈现出来的 这么一种一套准则 原来呢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 它没有什么规定 什么也没有文字形成的这个准则 所以说 中共方面就老赖账 冰冰盗窃了知识产权 或者是违反了规定 他说我没有说 那你规矩拿出来 我违反了什么东西 没有 所以这一次是有了这个规则 有了这个准则 这样的话 如果说这个美国发现 中方违反了协议 那就可以拿出这个协议来 一条一条的对照 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什么 如果说美方发现 中方违反了这个协议 那可以通过层层的协商 探讨解决 如果说这样做 还不能解决的话 美国单方面 就能够对违反的 另外一方 中方进行制裁 进行惩罚 这个是很特殊的 而且中方不能够进行报复 这个准则来说非常严格 就是对以前 长期以来 中共江泽民他们留下的这套规则规矩 错误的东西 加以了纠正 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说 特使习近平在公平贸易 和这个执行准则协议 这个方面靠拢 也就是说 经常我们讲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与世界接轨 这个方面推动了一步 这个就是给习近平的一个机会 习近平老是说 什么大国 什么 这个东西 你如果不向国际上 普世的这个规则靠拢 不遵守国际规则 那你无论如何 你这个大国是一个空的东西 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 你必须得要遵守国际准则 这个就是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点 就是有这套规则 跟没有这套规则 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 第二点 就是协议是要求 把中国的这个法律和法规 跟国际上的这个法律法规 这个系统相匹配 要遵守国际上的规则 比如说 在第三章第十五条附录里边 非常明确的规定 就是中国必须根据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公布国内相关的法律 法规 政策和项目规定 而且美国可以不受限制的 根据WTO规定 来挑战中国国内违反 WTO规定的保护措施 就是说要求逼迫中国 向国际的法治这方面来靠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机会 习近平老实讲 就是说要以法治国 以限制国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 共产党的法律 它不是说国际上怎么样 我必须要符合遵守 它不是这么做 它是为了党的利益服务的 所以必须得要抛弃共产党 抛弃共产党这个制度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否则你为共产党 服务的这套法律制度 你怎么能跟国际接轨呢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二点 这就是给习近平一个机会 推动他 废除共产党这套制度 是吧 这样才能够做到 真正做到 以法治国以限制国 第三点 这一次的这个协定 定得非常的细 一共有96页英文的 96页有8章 12345678 8章 而且你打开这个文本以后 你处处可以看到 什么中国应该怎么样 怎么怎么做 中国确认 怎么怎么怎么做 这当然 你可以认为 就是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 要求和严格的这种 你必须按照法律的方式来办事 是吧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体会到 实际上是什么 川普和美国政府 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 在每一个细节上 来帮助习近平 纠正中共和江泽民 执政时期所留下的错误 川普也公开也这么讲 就是把前任政府的这个错误 给纠正过来 当然他是讲这个美国 但是实际上也是暗指 习近平要纠正江泽民 这些人所犯下的错误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第一阶段这个协议里边 并没有讲到 怎么要取消国家 对企业的补贴 还没到那个程度 还没讲到这个问题 但是下一步 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谈判 这个协议里边 就是重中之重 一定是要谈到的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国内的这种企业 通常讲就叫僵尸企业 就是它没有效力 但是国家还不断地给它钱 扶持它 这个实际上就是 中共江泽民时期 遗留下来的祸害 这甩给习近平一个包袱 让习近平吃不了 拖着走了 是吧 所以习近平上任之后 马上就跟李克强 做出了一个改革措施 要甩掉砍掉这些僵尸企业 但是到现在为止 见效不大 那正好这次协议要求 要取消国家对企业的补贴 那么这个就是 首先应该开刀的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这个就是 没有效率 首先得拿掉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是给习近平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利用 美冲的这个贸易协定 你可以说这个要求这么做 那我们必须得把这些 没有效率的企业拿掉 把国家的这个补助 不能够再要 因为违反了规定 是吧 这要受到这个制裁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就是给习近平 要推动国内 很难推动 推不动这个改革 一个推动他的机会 这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不可失去的 一个良好的机会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既然我们刚才讲到了 江派留下来的祸害 是吧 等等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整个在这一次 跟美国谈判 和落实 达成这个协议的 成交过程当中 始终存在着一个 江派干扰 破坏 捣乱 这么一个问题 一方面 当然这次达成协议 是川普外部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 实际上也是习近平 团队强力地压制江派 把这个江派干扰 排除掉 等等 采取了这个措施以后 才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习近平是吸收了 去年五月份 当时已经成功 95%的协议 被江派韩正 还有王沪宁这些人 给捣乱 给搅水掉 所以说 这一次的话 习近平 我觉得他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这一次 继续被他们搅水掉 或者搅局掉的话 那么就失去 在这个川普第一任里边 能够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说 对习近平而言的话 他是绝对不能够 让江派这个捣乱得逞的 如果说得逞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继续 发生倒退 或者怎么样 他们江派就会把这个罪责 套在习近平头上 逼他下台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这个局势是非常险峻的 是吧 在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实际上采取了 非常的大将措施 非常规的 是吧 比方说 习近平展示他的军权 就是一口气提了 一百七十多将军 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江派 军权在我手上 如果你不老实 那对不起 要采取武力的 还有 对政治局 二十多个政治局委员 要挨个以素质的形式 来表态 来支持跟美国谈判 签订协议 是吧 也就是说 谁不服从习近平的权威 那么对不起 也要采取措施 还有 用人民领袖这个名义 从现在的状态来看 习近平 他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称不上人民的领袖 他做了很多事情 跟民众的这个满意程度 也相差很多 但是 他如果能用自己的权利 法办江振民 抛击共产党 顺应民意 那就很自然的 是吧 就能得到人民给他的权利 但是 他是以这个人民的名义 来压制 打击 江派 对美中贸易协定的 这个所谓的 外国主义也好 投降主义也好 不平等条约 这种污蔑的说法 他是用人民的名义 压制江派 来打击江派 他是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 当然还有 就是用 直接打击江派 撤换江派人物 这种方式 来这个压制江派 比方说 前一阵香港 大规模的民众 都是反抗 那么当然是 这个很多的动乱 是江派的这个韩正 还有中联办这些人 挑动起来的 习近平才是一个 非常措施 就是说把江派 控制香港的这个 中联办主任 王子文 给撤换掉 我们知道 王子文的背后是谁 就是江派韩正 韩正一方面是管香港 也是管国务院的 税税委员会 所以他的两方面 都是他是一个黑手 所以说 拿下王子文 实际上就是 剑子韩正 另外的话 在这一次签约的前两天 就是1月13号 中纪委召开 第四次全体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习近平又重新提出了 苍蝇老虎一起打 也就是发出了 大江的这个信号 非常明显 针对江派 就是说 你们不能捣乱 你们要捣乱 那就对于采取 坚究的措施 所以这一系列的 打江措施 是吧 起到了这个 震慑江派的 这个有效的作用 所以这一次啊 美中之间的这个协议 没有被交化 当然了 川普也是通过 跟习近平签约 这种方式 合作的方式 来让习近平 推动习近平 来清理江派 当然清理江派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习近平认识到 就是说这个 如果这一次 不能够彻底的压制江派 让这个江派得手的话 那么不单单是 美中这个协议啊 遭到流产 或者是受到措施 而且整个的局势啊 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要这么做 那就必须清除 保党的这个意识 如果说你觉得 共产党因为清理江派 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你这个事情 是做不成的 就必须打江和弃党 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这是习近平 一个最大的机会 他能够打江弃党 那么我觉得 这个事情做下去 就会很顺 最后就是中美这个协议 现在是签署了 那中方能够执行 到什么程度 会走多远呢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习近平 打江和弃党的力度 有多大 在中国最重要 最关键的问题 它不是用钱 购买商品的额度 这些问题 美国商品在中国 是受老百姓欢迎的 是有刚性需求的 而且这个需求是存在 而且在增大 是吧 对美国这个商品 大家都是很放心 所以说用钱的问题 购买什么商品的问题 从什么地方购买 这些政策问题 包括结构改革的问题 如果说习近平 打江和弃党这个力度 足够大的话 都是可以顺理成章的解决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习近平而言 关键问题是要顺天意和民意 维持大江势头 跳出中共这支沉船 这样才能够有惊无险 才能够走出困境 这个就是今天的结论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